哈囉,大家好,我是肉肉 今天肉眼開箱要來分享一個超級有趣的東西 就是將Switch的畫質提升至4K的工具 在Switch發售至今目前為止的所有遊戲 基本上上限就是1080P 但在現今遍地4K螢幕的環境下 1080P轉至4K只能說是慘不忍睹 更不用提及如果使用其他轉接器 會發生的掉幀與訊號不穩了 其實我這麼長時間遊玩斯普拉頓遊戲 我都跟大家說我用小螢幕是方便 讓我在對戰的時候視野比較難掌握 但我如果在客廳接大電視直播邊講話邊玩的話 畢竟電視大多會比電腦螢幕大得很多 在畫質被拉開後的情況下 看起來反而沒有小螢幕這麼精細 多多少少那個感覺就會有一點不太一樣了 相信許多玩家們都心心念念期待4K主機的出現 但我想這個也不是我們喊他馬上就會有 不過各位 今時今日的今天 倍增畫質、色彩、景深的利器就此誕生了 沒錯!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4K Gamer Plus投影轉換季 4K Gamer Plus是由Photofest 營建資訊推出的產品 能自動將硬幫一批升級為4K Ultra HD 世界首創的Boost 4K投影技術 不只讓畫質升級還能提升銳化、增艷、景深等等畫質體驗 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來讓大家體驗看看吧! 在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先分享一下4K Gamer Plus 要怎麼跟Switch做連接 我們打開產品後 會有一個紅色的4K Gamer Plus HDMI延長線 以及一條電源線 首先我們把延長線接在4K Gamer Plus前頭 也就是Source的部分 然後把延長端接在Switch底座的HDMI Out 接著把電源線接上插頭後 也接入4K Gamer Plus上的Power孔 最後把Power孔上面的HDMI接至螢幕或是電視 這樣就完成連接 最後按下4K Gamer Plus上的白色按鈕 顯示藍色就表示啟動啦! 好的!我們先來看看 原本還沒有接上4K Gamer Plus之前的1080P的畫面 這個相信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就是原本那樣的感覺 接下來要來囉! 來看看這個是接上4K Gamer Plus之後的4K畫面 我們就畫面中可以看到 斯普拉頓遊戲中的一些細節 很明顯的可以看到它更加清晰 材質的立體感也變得相對更明顯 就以斯普拉頓來說 我就很喜歡慢慢逛 去看遊戲製作組在其他細節上的表現 這其中包含英雄模式 我們可以看到在英雄模式中的打鬥場景前的區域 水面的波紋及建築物的材質變得更為立體 看起來的真實感有增加 再來是打鬥畫面內的地板材質間的差異 以及墨水的高光銳利度 都大大與原本沒有提升畫質前有明顯的差異 如果今天是外接上4K螢幕 你所看到的材質立體感就是這麼清晰 接著是打工模式 由於因為打工模式也是有大量的海景 所以當強化過後的畫面 場景的立體感會增加 加上打工後期的畫面非常瘋狂 現在強化過後畫面的景透感 看起來更加的瘋狂了 其實還有很多細節藏在 現有的12張真格地圖中 每一個角落牆面都可以看到 遊戲製作組的用心設計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將1080的畫面投放到4K解析度時 就會感受到明顯的不足 那麼我們同步也來實測一下 真格對戰的畫面吧 跟英雄打工模式相對較為不同 真格模式的墨水 每一場顏色都不一樣 在經過強化過後的畫面 由於水波紋及各個材質的細節 變得更清晰 其實玩起來的感覺會有另一種體驗 分享遊玩的實測後 大家一定會超級好奇 為什麼? 這是什麼黑科技? 為什麼可以把1080變成4K? 首先我們先來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銀劍資訊這間公司的做法是什麼? 這個技術不是獨享給Switch這個主機的 而是利用四項技術來將1080p的畫質做強化 讓它即便到了4K的解析度 也可以趨近4K材質的試感 第一項就是upscaling 自動升級4K 第二項是image sharpening 圖像銳化 第三項是color processing 色彩增豔 第四項是depth enhancing 景深加強 由於我自己本身也算是影視相關的人員 所以upscaling這項技術其實沒有這麼簡單 它其實是將現有的畫質去做放大 但大家也知道放大就是會失真、模糊、馬賽克 這次Photofest放大的效果對我來說非常驚訝 影像銳利化在很多修圖玩意內都會有 加上去可以讓畫面看起來很銳利 但很多時候加過頭看起來會很奇怪 而且非常的不自然 甚至可能會有鋸齒出現 4K Gamer Plus 在這個部分的比例抓得蠻漂亮的 不會說銳利到很詭異 此外大家可能也會想知道 難道這只是只有Switch可以使用的裝置嗎? 沒有沒有沒有 Photofest其實是影像強化的工具 在了解技術層面過後 大家應該也很好奇 到底誰有辦法結合這些技術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路上看過 很繽紛的充印店招牌的銀件彩色 沒錯!就是他們開發出來這次的4K Gamer Plus 這邊來跟大家稍微淺談一下銀件資訊吧 銀件彩色的充印自1980年成立以來 致力於高品質照片充印 更是當時大台北地區第一家底片快速充印店 後續經歷了由底片充洗到數位充印照片的 產業衝擊朝數位化轉型 成立了銀件資訊 銀件資訊持續專研創新影像技術和影像輸出品質 推出了許多符合消費者需求的電子產品 4K Gamer Plus 是他們瞄準Switch 記憶遊戲娛樂市場的全新產品 注入近40年的影像運算經驗 研發出全球唯一能將1080p 影像自動升級至4K畫質的投影轉接器 以上算是銀件資訊的一些小小簡介 最後肉肉來跟大家總結一下 我個人使用過後的心得有以下幾點 第一點 4K 60p 的效果真的很驚人 起初收到產品時 我心裡想說應該不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但不論我接到32吋的螢幕或是更大的電視 其實它呈現出來的細節真的讓我滿驚訝的 我沒有想到它可以做到的程度有這麼明顯 變成是畫面變大了 但質感不是不變而是再度提升 等於做到了兩件事情 讓我可能在遊玩的過程中 可以感受到視覺饗宴有加分的作用 第二點 對於同為影視相關人員的我 這個技術近期的發展 讓很多過小的圖像也得以放大不失真 我原本以為這樣已經很厲害了 但沒有想過現在除了放大不失真 還能讓你畫質提升 對於我來說 我會覺得這個是在為了視覺產業做幫助及推廣 讓礙於設備、經費的消費者 同時也能夠得到更優質的享受跟體驗 第三點 以現有的素材延伸放大的強大能力 就以現行遊戲或是影像 能將原本有的東西重新解像提升畫質 老實說其實真的是滿厲害的 強化既有的1080P的素材 能讓其延伸擴展至4K也能保有質感 甚至加強這一點 真的是讓我在街上之後 非常有感的一向強大能力 第四點 比對過後的差異化 其中在斯普拉頓遊戲 我覺得差最多的就是水痕 也就是墨水的部分 邊緣的銳利化讓水痕變得很立體 所以在對戰過程中 墨水、橫飛的感覺也有更加明顯 當然是沒有到變成肉眼3D這麼誇張 但是就是比較過後 會發現強化畫質過後的畫面 確實又比較吸引我 第五點 對一般玩家及影片創作者 我使用過後有在思考說 對於一般玩家來說 除了可以放在大螢幕遊玩之外 其實就如同前面提及的 假設今天是要看電視、電影、機上盒等等 如果它本身是1080P 直接真的就加強升級上4K等級的畫質 對於有多種影視需求的朋友來說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麼對影片創作者的我來說 我發現它其實也可以在1080P上使用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透過畫質強化過後 即便我輸出還是1080P 整體還是贏過原生直出的畫質 那麼等於我在直播 就可以提供更好的畫面 給觀眾好的東西 不只自己享受 也可以分享給觀眾 那麼對我來說真的就是1GAM2GO啦 好的以上就是肉眼開箱要分享給大家的東西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不錯 請給我們一讚 作為支持、留言、分享你的心得及建議 感謝大家的收看肉眼開箱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